欢迎大家来到这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第一次养狗新手蚕食官 选哪种狗好 是科姬 金毛 还是贵宾 还有哪些比较好的选择呢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狗奴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可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啊 不过别担心 今天我会在视频中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和经验 让大家轻松了解这几种适合养狗新手来养的毛孩儿 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一些选狗的灵感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大乐园频道 喜欢动物和狗狗的朋友可以订阅起来 废话不多说 快来跟着我一起探讨吧 如果你准备养第一只狗狗 那你可得好好考虑拉布拉多巡回犬哦 这个品种可是已有善汉活泼文明 完全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主人 他们超容易训练 一学就会 还能给你无穷无尽的爱含忠诚 你会发现 拉布拉多巡回犬会迅速成为你的最佳朋友 伴你左右 永远陪伴你的日日夜夜 这种狗狗也是适应性极强的 可以随意适应各种不同的居住环境 无论你住在公寓还是大房子 拉布拉多巡回犬都会觉得自在 而且还可以和其他宠物和平相处 对于那些喜欢户外活动的主人 拉布拉多巡回犬也是完美的选择 无论是去远逐 游泳还是玩抓猎物等 这个狗狗都会陪你疯狂的嗨起来 拉布拉多巡回犬的可爱面孔和摇摆的尾巴 会让你心情愉悦 这些小家伙真是不会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所以 如果你想要一只忠诚 爱心满满的狗狗小伙伴 不要再犹豫啦 快快去领养一只拉布拉多巡回犬 它们会成为你生活中最棒的伙伴 除此养狗的小伙伴们 除了拉布拉多以外 金毛猎犬也是你们的好狗友 这些超级友善和深情的懒人猫孩子们 不仅易于训练 而且总是脸上挂着开心的表情 它们不但对主人死心塌地 还非常喜欢和孩子以及其他宠物们一起玩 金毛猎犬烂爱户外活动 想象一下和它们一起去远逐游泳 或者是玩街球的场景 感觉简直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金毛猎犬 可爱的金色毛发和慈爱的眼神 能够瞬间化解你的一切烦恼 真的是心灵拯救者啊 所以 如果你正在选找一个忠诚又充满爱心的新家庭成员 不要再等待了 金毛猎犬就是你的绝佳选择 如果你正在考虑养狗 那么贵兵犬也是一个绝佳的狗狗品种 这些小可爱之外又聪明 以其可训练性而闻名 你很容易就能让它们学会各种花样技巧 而且它们的尺寸分为三种 标准 微型和玩具 适合各种规模的家庭 这些小家伙还具有低过敏性 这是它们成为对狗毛而过敏者的绝佳选择 让人忍不住给它们点几个赞 如果您看到这里 觉得我们的视频有帮助 别忘了一点赞加关注 我们每周两个 会持续带来优质动物视频 以上狗狗都不太适合你 接下来我们要给你介绍一种超可爱 超活泼的狗狗 B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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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是你家里的欢乐制造者 这些狗狗好奇心超强 顽皮又深情 要是你想训练它们 它们会很乐意地接受 让你一点也不头疼 而且 它们非常适合和小朋友 其他宠物一起生活 Bigo这次太友好啦 如果你住在公寓里也不用担心 Bigo可以适应各种生活环境 只要它们得到足够的锻炼和精神刺激 它们的嗅觉苍敏瑞 非常喜欢探索周围的环境 所以带它们去远逐 露营是非常棒的选择哦 还有 你一定会喜欢它们的可爱松软的 超大号耳朵和摇摆的尾巴 Bigo能够带给你无数的微笑和爱意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忠诚 有趣的伴侣 那Bigo绝对是你不会后悔的最佳选择 接下来 你们第一次养狗的话 比熊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这些小可爱以其开朗又活泼的性格和毛茸茸低致敏性的狗毛而闻名 不光是过敏患者的福音 而且它们还能和孩子 其他宠物们和谐共处 比熊犬们聪明好学 训练起来也非常容易 而且它们学会新技能的时候还能热死不疲 比熊犬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 无论是公寓还是大别墅 都能成为你的好朋友 而且它们的毛茸茸的白色皮毛 和小小的扭扣鼻子 简直能让你心甘情愿的为它们付出一切 总之如果你正在选找一个容易养护 且让你快乐到爆的小伙伴 那比熊犬可是一个 让你不会后悔的绝佳选择啊 初次养狗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给你们推荐一种 大一些些的狗狗 全尸犬 这些家伙个性精力充沛 装成可爱 绝对是你家庭的完美伴侣 它们对于小孩和其他宠物都非常友好 绝对不会让你的家庭陷入混乱 而且它们可是聪明得很 学习新命令时热在其中 给你带来更多的欢乐 当然它们也很注重锻炼 这也是你去户外活动的绝佳动力哦 更神奇的是 这些小家伙们居然能读懂你的情绪 并成为你的情感知识犬 它们那独特的皱纹面孔 会说话的眼睛和摆动的尾巴 绝对会融化你的心 成为你家庭中的珍宝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只 充满活力和忠诚的伴侣 那拳击手可是你不会后悔的绝佳选择 第一次养狗的小伙伴们 还有一种狗狗可以了解一下 要想要一只超可爱 超真情又适应性强的狗狗 那就得来一只西施犬 这些小狗凭借其无欲伦比的 可爱外表和温柔友好的性格 成为了宠物世界的明星 西施犬性格温顺 和小孩和其他宠物相处得非常和谐 而且它们超级聪明 很容易就能被训练好 又不需要太多运动 简直就是公寓生活的绝佳选择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小东西特别会表达爱 总是让人感觉自己是它们的整个世界 那房中的皮毛和圆圆的戴眼睛 真是太有爱了 还有西施的忠诚个性 也是家庭幸福的秘密武器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只小巧可爱 又充满爱意的狗狗 那西施犬肯定是你不会后悔的超棒选择 还有一个初次养狗的最佳选择 那就是动牛犬 这些小家伙不仅可爱 而且超级随和 你看看它们那时候巴巴的脸 和短短粗壮的身体 简直就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宠物 动牛犬可是深情至极的哦 所以它们和孩子 还有其他宠物相处的都非常好 而且它们也是超级低维护狗 不需要大量运动 适合在公寓中生活 最重要的是 它们还超级容易训练 因为它们一半都是温顺的宝贝 动牛犬的温和尔雅的性格 会让你不自觉地爱上它们 而且它们肯定会成为 你家庭中真爱的成员 如果你正在选找一只 既可爱又异于维护的伴侣 那么波道 绝对是你不会后悔的最佳选择 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是可侠犬 这些小狗狗友好和深情著称 是个孩子和其他宠物的好伙伴 它们训练简单 超级想取悦人 所以和它们一起玩 简直就是一大乐视 虽然精力充沛 但也知道在屋子里 蓝蓝闪闪的度过一天 更重要的是 可卡犬的毛发真是太美了 各种颜色和质地的毛发 让它们成为了最耀眼的明星 它们摇摇晃晃的尾巴 柔软的耳朵 和充满爱意的眼睛 简直就是一幅画 看了就让人心情大好 所以 如果你正在找一只忠诚 深情 容易训练且好打理的小伙伴 那可卡犬也绝对是 你的重点考虑对象哦 最后 如果你想养一个 适合新手的小型狗狗 约克夏耿可是个极棒的选择 这种小家伙通常只有3到7磅重 所以不用担心需要很大的空间 或者高强度的运动量 最棒的是 约克夏耿聪明伶俐 一点也不难训练 超级惊人 忠诚深情 这些可爱的家伙非常喜欢和人互动 害孩子和其他宠物也相处融洽 更棒的是 约克夏耿的长毛 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 他们也很适合穿一些可爱的小衣服 和带一些好看的发型来打扮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小巧可爱 聪明 可以打扮得像娃娃一样的小型宠物狗狗 那么约克夏耿可是你的理想选择 以上10种我们推荐的狗狗 您喜欢哪一种呢 别忘了评论区告诉我们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些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给我们点赞并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们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见